冠军调酒师呢 好心劝架 没想到竟然被打死了 他年纪轻轻才26岁 得过好几次的冠亚军 那么他常常在这个 一直在练习啊 练得自己都伤痕累累 被那个玻璃割的 没想到为了多段剪钱 假日在泡肩拆掉 后来竟然送命了 妈妈痛哭 妈妈真的很晚学 心真的很痛啊 没有办法 劝架被打死 二号传到游港鲜 家中妈妈和女友痛哭失声 游港鲜家中摆满他比赛用的调酒杯 妈妈难过得要把他收起来 女友拿出两人甜蜜的合照 游港鲜意外身亡 让女友无法接受 他就是一个好人啊 他就是在公司 就是对每个人都很好的一个人啊 像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他就是对新人很好啊 对啊 这是游港鲜比赛时的画面 头顶酒瓶的他 双手还可以搭配音乐 甩瓶调酒 26岁的游港鲜 连续两届荣获金爵杯 花式调酒冠军 2004年为我国赢得 深圳本色杯花式调酒冠军 2006年荣获亚洲 花式调酒冠军 世界排名第四 家人说他为了练调酒 好几次被玻璃割破手 但他始终不放弃 为了多赚点钱 他在假日到Pub兼猜 没想到却发生不幸 让家属无限感慨 昨天新闻 留意情报经营 高雄报道